那今天的话呢,第五次上课,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主要的重点是在 怎么,将那个负围圈,改回败围圈 那负围圈跟败围圈,那两者其实就 做重复的事情,只是说差异是,这个负围圈 多半处理是有范围性的,所以后面通常是加一个Range Range,然后范围告知它一下,那意思是说 你要做几次,固定的范围次数的话 你用负围圈,那如果说你今天呢,假如不是 一个范围,而是一个条件的话,OK,那你就用负围圈 OK,比如说我今天呢,当什么条件 后面那个条件为负围圈的时候,它去做 但如果那个条件突然变成负围圈的话,那它就不做 不过另外还有一种写法,负围圈后面加一个一 一的话就负围圈,那意思是说,你就一直进到负围圈 所以如果有画Email的话,里面一定要有个BREAK BREAK的话就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就离开 所以有时候就是把那个判断的部分是放在那个程式里面 加一个IF的条件 IF后面加什么条件 如果那个条件发生的话,那就BREAK了 OK,所以其实这地方的话,尽量就活学活用 因为其实这个电脑的好处 我一直强调,它就是做你最不喜欢做的事 重复做,一直反复重复做 所以如果你假设能够把你平常不喜欢做的事情 可以把它转成那个程式的语法 然后你告诉电脑说,你就帮我这样做的话 它就全部帮你 即便资料再大,我想它也不会坑一声 因为电脑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它可以不用休息 你需要睡觉,但是它可以不用睡觉 而且它可以不断的去跑 半夜都可以跑,时间到也可以 所以你尽量可以利用这个优势 那里面当然如果你希望它不断的不断的继续WALK的话 其实可以用这个回圈的部分 然后换回圈还有一个用途 你让它一直跑的话 其实也可以换一帽一直跑 反正你让它开机 它就换一帽,然后换它去Check 比如说它多久,里面可以加一个叙述 就Sleep,Sleep就是暂停 当多久,Sleep暂停 当多久它又醒来一下 醒来就再做一次 醒来再做一次也可以 你可以加一个话语吗 就让它一直WALK就对了 然后时间,先让它停一下 Sleep后面刮虎就停几秒 你停几秒,反正你就算一下 大概停多久,一段时间做一下 这样的话你只要什么 电脑是开机状态 那你就可以让它一直不断跑 你要跑的 比如说像你要网路抓资料好了 因为你有时候要Check一些 网路上的某些资料的数字 当那个数字可能大于或小于某一个range的时候 那你就可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置 OK,可能会有一些条件 或者说不止一个条件 可能A网站加B网站加C网站 他们Total的结果 如果那个条件发生,才去做也可以 那做什么事呢 你后面可以自己 让电脑自己跑一个报表出来 自动Email给你 自动通知你 OK,自动LINE你也可以 OK,那这样的话其实很方便 等于是随时有一个 等于你把一个什么,一个助理写 而且那个助理是不用睡觉的助理 他可以7-11一样 二次角随时就可以帮你做事情 那这部分的话是所谓的自动化 自动化就是他随时自己可以去做一些事 那后面的话当然 还可以延伸到所谓的AI的部分 AI的话你可以再加上所谓的机器学习 你可以让他变聪明 有没有,比如说他有些地方可以自我修正 有没有,你也可以监督他 叫他哪个地方可以修正 或者你不监督他,让他自己去修正 OK,那可以让他成事变得更好 这个助理会变聪明的 OK,那等于是 哇,那以后很多事情 成事写出来之后 其实真的,有些人的工作 可能应该慢慢就会被转移掉了 那些事情就不需要有人去做宠物的事情 OK,所以这可能要慢慢去 当然一直强调 有些人工作 类似像宠物性质很高的工作 那当然慢慢会消失 可是比较不会消失 就是那种比较创作型的 或者是说他必须被create出来东西的 或者说他可能是 可能跟那什么 应该是这种艺术啦 人文这种应该也没办法取代 OK,重务性很高的工作自然 会比较容易被取代 那所以呢,上礼拜呢 我们借由九九成法表 你可以改成坏回圈 有没有 另外的话呢 写一个所谓的直数判断 那直数判断我们一样是用那个Fall回圈的 不过其实不管说任何城市啦 其实你Fall回圈写出来 一律通通都可以改成用坏回圈写 有三个地方要改嘛 只是说你可能要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城市到底用Fall回圈写 比较恰当呢 还是用坏回圈写比较恰当 这有时候的话 恐怕就是说你还要去try OK,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说 一定只能够用哪一种回圈写 那所以的话呢 当然我的习惯是 就是选正确的 要怎么选 当然如果你的逻辑是有一定的范围 那当然我们用Fall回圈 如果没有范围 那就画回圈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我们有讲了有关自灵函数怎么写 OK 所以直数的部分的话 可以把它写成自灵函数 这自灵函数的话 正照考试第五类 其实也是要考你会不会写自灵函数 那自灵函数有几个重点嘛 第一个你必须把这个自灵函数 写在城市的上方 那开头一定是DF 那个函数的名称 然后一个刮符 刮符后面的话呢 就是你要传什么样参数过来 就做什么事 所以这个地方有传参数的概念 自灵函数有点像Essal一样 Essal就是你插入那个就是函数 那它跳出来那个东西就是要跟你要参数 那可能有一个参数 有可能两个参数 可能三个参数 你给它参数 它给你你要的结果 这就是函数嘛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的函数 跟你平常用的Essal 其实概念是一样的哦 OK没有不一样哦 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你要会去写 因为Essal里面的函数是 Essal微软它帮你写出来的嘛 有没有里面有多少个函数各位知道吗 从上数到下 但没有人去数啦 其实上面官方说明有250几个啦 OK 那当然这个函数够用吗 当然不够啊 因为很多地方 可能有些功能没有 没有这个方悬 没有这个函数的话 那你就做不出来怎么办 自己写啊 有没有 在Python里面可以自己写哦 其实在Essal里面可不可以自己写 可以啊 那怎么写 其实就是那个VBA啦 有没有 VBA里面实际上就是 你也可以自己写出你要的方权 然后你再去呼叫它 一样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了 有没有像以前 有些事情你工作里面 Essal里面没有那个函数 那怎么办 涂法链钢嘛 涂法链钢可能花的时间太多 太浪位时间了 所以哦 就有必要啦 你就把它写出来 所以其实哦 我是觉得学程式哦 就我的心得啦 我觉得真的差异性 效率实在十万八千里 第一个效率 第二个的话呢 持续性的 就是 如果你希望呢 可以怎么样 这个一次就彻底解决问题的话 那就把程式写出来就好了嘛 那个问题以后就跑一下就好了嘛 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想而知哦 这个效率上面其实哦 差异性我觉得还蛮大的 所以像我以前哦 我宁可哦 花时间在想那件事情 程式该如何写 我也不愿意说哦 我还一直涂法链钢 天哪 我涂法链钢 今天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但是下一次呢 再来一次 再下一次呢 再来一次 其实不是很 很怎么讲 我自己是觉得那不够聪明啊 OK哦 可能我会希望说 花时间在程式的部分 思考上面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啊 就是做到 所谓的 根本解决啦 所以现在企业很多 这个 老板 业主啊 今天蛮聪明的 他想说 我应该要找人的时候 我应该要找什么 背光啊 会写程式的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可能 我不知道 以后年轻人 可能在 即将毕业的新鲜人 可能履历表上面 如果没有一个 专长 是跟 程式有关的 我觉得啊 要是我筛选 我先 先找那个 会写程式的吧 对不对 为优先嘛 不然的话 找来 慢慢来 真的 而且有时候还要教他 我就觉得累 对不对 那倒不如你找一个会的 然后你把这些问题 有没有 就 那个 因为有些快退休了 你也不可能说叫他去学程式 他也不愿意学 所以啊 叫他们跟在他旁边 把他的那个 工作流程 全部把它写成程式 对不对 你多跟几个 几个几个 反正他们快退休了 以后他们的事就会拿来接 他一个人应该可以处理 应该十个人的工作 应该没问题 因为程式写完之后嘛 那个事情效率应该 我想 不止十倍啦 OK 而且啊 甚至 我觉得超过吧 我做那些 所以老板如果给他两倍薪水 我觉得应该还蛮值得的 所以之前有一个学员 他突然跑来跟我说 老师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薪水真的是 之前上课的两倍 对 我觉得老板很聪明耶 他叫你做的事绝对不止两倍 但给你两倍薪水 还蛮划算的 OK 所以他说现在 这个尤其外商工资 外商工资比较积极吧 因为大量的找员工去上课或干嘛的 OK 大概有个 我觉得应该是趋势也回不去了吧 现在这种东西应该没有人说 现在这东西太麻烦了 要写程式 不要不要学 OK 应该只会用越多吧 而且产业竞争力啊 你会发现 你要怎么跟别的企业竞争 就是一个要抵十个嘛 对 他有办法 假如每个员工 哇 每个都会写程式的话 那这公司不得了了 我看台积电就有这种趋势 台积电内部 我发现他那个VBA是必要的 必备的能力耶 不是说工程师耶 一般的输入人员 当然 这个应该也不可能趋势越来越 只会越用越多啦 OK 而且学这东西应该也回不去了 你学了之后发现 哇 好好用哦 好厉害 好快速的一个解决方案 像今天就有个学生写些文 我说 老师我平常每天都复制贴上 比如说我把那个 E-Sale里面嘛 那个很多的工作表 然后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总表 那以前我是Ctrl-C Ctrl-V Ctrl-C Ctrl-V 他就想说 因为他学过程 他说嗯 这好像感觉在写回圈耶 对 对啊 我说你跑个回圈 顶多程式不到食堂 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吧 可是他说他还没学到 他可能刚开始才学 所以我说 慢慢来 来日方长 因为他好像是大事的学生吧 去业界实习 他看到 就我刚刚讲的 他就跟在那个 比较资深的员工 他就资深的员工 给他一些工作做 他就觉得 这事情老师有教过 他就写信不问我 我说对 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跟他讲说 这可能 会有点困难 也许 叫他之后再持续学习吧 OK 他就很有成就感 他觉得说 这东西值得花时间学习 OK 大概是这样 其实后面还有蛮多 我其实 教这个课程 有部分原因 其实也在分享一些愉快的经验吧 我刚开始教程式的时候 我是觉得 我是抱持那种 我觉得这个很棒 可以 跟大家分享 不过刚开始教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 大家的心情不太一样 我教得很开心 可是底下人 听得很痛苦的样子 因为我都是写写写写 写写写写写 很多东西都跟不太上 所以我后来 慢慢我就不要写那么快 慢慢来 OK 只要你可以把基本的东西掌握住 然后再来一点就是可能要花时间 程式这种东西 不是说只是听懂就算了 其实除了懂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要熟练 也就是说 你大概知道怎么写 可是你要很快 可以把它写出来 这个训练 那其实考证照也是一样 它就是要去固定时间里面 那个时间里面 也就是五题一个小时 一题给你大概十分钟 你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 如果可以 那发一个证照给你 发证照给你不是说你就很厉害 没有 你大概只有七十分的实力 OK 那好处就是说 其实以后 假设有些新鲜 我觉得它有好处就是 它去应征工作 它上面就有license 它直接人家看 你有license 先找你来就好了 是不是也是 应该要这样做吧 可是我发现 有些大员 可能还没出社 还不太知道 所以说 原来这个很重要 可能有点来不及了 OK 不过这没办法 因为你没出社会 说真的跟你讲很多 你还是觉得很抽象 所以 但如果你有在业界工作过 你就知道 这很重要 OK 那再来的话 上语案来讲到猜数字游戏 那这个 这一个部分的话 程式并不多 主要我们会多学一个东西 叫random random的话就是乱数 random range 然后我要的是1到20 就是1到21 然后取出一个乱数 丢进来之后 那我去判断说 让使用者输入 所以输入的话 有个input 然后让它去拆 另外最后可以把它改成 所谓的拆三次 有没有 所以我们 这个地方的程式 本来是用for 画回圈 画一帽号的话 这个地方 假设我本来是画一帽号 那可是画一帽号是一直拆 拆到对为止 所以呢我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只能拆三次 OK 那只能拆三次的话 大概几种改法 第一个 你可以怎么 把画回圈 改成什么 改成for回圈 因为for回圈呢 它就是 可以跑几次 对不对 那只是说呢 那个for回圈 最后一次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最后一次的话 你假设又没有猜对的话 然后呢 你可能要多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多写哪些地方 第一个 for I in range 等于0 所以我讲过了 这边0到3的话 有没有 那就是012 那如果我是写0开始的话 那这个0可以省略 所以我可以写成这样子 3 就是012 对不对 然后等于跑三次 那跑三次的话呢 我必须要在最后一次 就是跟他讲 你已经最后一次 而且你又没猜对的话 所以如果你是最后一次 而且你又没猜对的话 所以我要多写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 还记得吧 在那个原来的这个逻辑上面 多写这几行 该有印象吧 然后回去 可能自己要再重写过就有印象 要动一动 就很有印象了 然后呢 这地方的话 如果 所以我刚刚的叙述 你要把它 口语的叙述 要能够把它转变成 呃 城市的逻辑的话 其实就这样 如果 呃 已经最后一次了 呃 如果已经就 前方这边 一负 i等于2 因为等于2 就最后一次嘛 因为他的 呃 for i等于0 0.3嘛 那不就012 3就离开了 3就不跑了 对哦 所以呢 an的意思说 如果已经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猜了 他猜最后一次了 第二个 而且 没猜对 而且没猜对 而且 而且 而且是and ok and and 没猜对 那没猜对应该是吧 就是 你产生的乱数 跟他猜的那个数字 是不match的 好不好 所以啊 区什么 区就是他输入 他猜的嘛 不等于乱数 所以不等于嘛 ok 就这样写啦 所以有的时候啦 你只要你能够口语叙述出来 是符合逻辑的 那程式就对应出来 所以啊 再来呢 我就告诉他说 你答错了 只能猜三次 而且把答案print了出来 那答案的话呢 是rnd 所以你可以后面加一个dol print的dol 意思是说 在后面再加上一个空白 然后把答案放在后面 跟他讲 你猜错了 答案应该是这个啦 ok 所以哦 这样的话把它print了 应该有印象吧 所以记得啊 回去如果不太熟悉 回去再把这一段影片 上礼拜有讲过的这段影片再重看过 然后呢 再多多练习 我是建议啦 最好是可以哦 呃 自己开一个新的 完全空白的一个module 然后呢 就开始想到什么 打什么 想到什么 打什么 哪怕慢一点没关系 真的 这训练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从头到尾 自己写过一遍 真的不踏实啦 ok 因为 因为你很多地方感觉就虚虚的 因为你要自己写哦 那不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比如说我这边猜第一次的 然后太低了 太低了高一点 假设我又乱猜11 太低了 再12好了 三次了 所以哦 这个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2 2 最等于2了哦 ok 所以他进到这边来 那是不是12 我不确定啦 我刚好12就答对了 ok 如果等于 这个2了 ok 所以再来的话呢 是不是不等于 如果是他就跑底下这个哦 ok 我们Enter 看一下 有没有 所以呢 答案是19啦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假设说我输入的是12的话 那他就会怎么样呢 他就会比较之后的话 这边我把它再拉到这边了 这样这边把它再缩小一点一点 所以哦 有没有 如果他这边是0 这边是1 这边是2 然后这个是12 这个答案是19的话 那如果我今天呢 所以这边多一个逻辑 如果我已经拆了第三次了 就是2 而且呢 GG就是12 不等于 不等于19的话 12是不是不等于12 对不等于 不等于19 所以呢 就print这个结果哦 答错了 只能拆三次 答案为 有没有冒号 后面 后面特别注意哦 这个19哦 我们这边有个逗点 对不对哦 RND的话 它这个地方会多一个空白 意思就是说呢 再把19呢 放到这个后面来 OK 当然你想说老师之前不是交用加号串接 对 也可以 但是逗点有个好处啦 就是不用转型 因为如果我今天用加号的话 变成说如果今天是用加号的话 比较麻烦一点就是我这个地方加 用加号的话 那前面是文字 后面RND是数字 所以势必要多一个什么 STR 有没有 前刮弧 后刮弧 那我觉得这个 逗点好像比较简单吧 对不对哦 所以这又可以多学一个方法 所以有些东西都是一些小细节 但是呢 那么 逗点哦 跟STR 最大的不一样 有个地方哦 就是哦 它这个逗点哦 它会 这个地方会多一个空白 就是输出的哦 特别这个哦 如果你是用逗点的话 它会在那个资料跟资料中间 多一个空白 OK 那这个空白 可能要特别小 因为那个 如果你证照考试的时候哦 假如用这个方法哦 因为我之前哦 我刚才S4 哇什么意思 因为它有云端自动评分功能 我想说丢上去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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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为什么每次上传就错误 上传就错误 哦 原来就是空白的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我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城市其实 诶 诶 OK 这变成我的时间是 不需要加班吧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地方用什么 多一把 画回圈 画一帽号改成for回圈 然后多一个逻辑判断 底下这个要多else EL OK else IF 然后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大家后来 下课的时候同学就跑来问我 老师如果我今天 不要画回圈的话 那 我 要怎么 也可不可以写得出来 当然可以啊 你只要再加个变数就好了 有没有 那变数是做什么 比如说你 只能跑三次 对不对 那个变数就是 你每跑一次 你就在底下 加一就好了 就像投票一样 一票 两票 三票 三票了 你动 当选了 OK 假如这样 OK 就这样 如果那个变数发生的话 那你就怎样 让他做什么停止的动作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 如果今天 可以试试看 假如说 今天 我不要用 这个 for回圈 然后呢 我用另外的方法就是多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的话呢 只要让他每跑完一次 就加一 那我只要怎么加一之后呢 我判断一下 如果加了一之后 他的那个 数字是大 应该是大于等于三的时候 包含三嘛 如果是三了 已经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OK 那你已经三次了 那我就判断一负 假设那个 变数是c好了 c大于等于三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跟他讲说 答错了 只能猜三次 并且告诉他答案为什么 然后最后加后面加一个break就好了 如果是画回圈的话 里面加一个break 他就 跳离城市了 那就不会再跑 可不可以啊 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 城市的写法绝对不是只有单一标准答案 那只是说呢 像我的习惯的时候 会多想几个 多想几个版本 然后最后的话呢 挑选出哪一个版本城市最短 逻辑最简单 上课的话就教那个逻辑就好了 对啊 这样不是唯一的答案 OK 所以刚刚那个地方你可以想想多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每跑一次加一 每跑一次加一 有没有 OK 写得出来吗 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其实这个 不复杂了 你可以把这事情做出来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就变简单了 最近我看新闻有一个蛮妙的 他好像要 抓那个什么 抓那个什么 逃漏税的车辆 然后以前的话就是沿途去看 哪一个 他要比对 后来他们现在用 用那个 影像辨识的方法 就是那个车辆上面有个镜头 然后沿着去拍 沿着去拍那个沿途的车辆 然后一边拍一边比对 一边拍一边比对 这样的方式 他们只要人坐在车上 然后有个镜头 逐个拍 马上就抓到一堆 有问题的车辆 这样的话其实也蛮好的 因为你不需要人工比对 对 所以其实 未来在工作上很多地方 其实都可以这样做 就是用一些 包含像影像辨识 有没有 照相 录影 OK 然后可以马上告诉你 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你再去做什么样的处置 就简单很多 现在工厂也很多 像智慧工厂就这样 以前是用作业员去看 比如说基板上面有没有 一些 不OK的地方 瑕疵的部分 不良的部分 现在的话基本上也都是用 所谓的影像辨识 反正有照相 然后我去 check说这个板子里面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不良的 如果发现不良的话 那再把不良的部分挑出来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能力 你不需要有很多的 那个 这个 很多的那个作业员 作业员其实都可以退出啦 OK 就用什么 用 影像辨识就好了 对不对 而且甚至24小时可以walk 你不用说 还要轮三班 不用啦 反正 甚至工厂都不用开灯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 自动有没有 照相 照相可能要灯光 那个地方就好 其他地方不用灯光 其实可以省掉很多的人力 OK 那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背后其实也都是利用这个来做的 就我知道了 OK 现在其实还蛮多用Python来做的 因为只要Python目前还是算简单 试一下 这个是上个礼拜那个 拆数字游戏 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要把它改成一个C 那只能拆三次的话 有没有办法把它改出来 试试看 试试看 这个是很批试看 真的吗 我们这件事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 我们这件事